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国救助病患在前 遭遇分歧 他为何要固执己见 他是一位舞者 生命舞台 神经中书 风顺之间 如何做到挥洒顺如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 斗尖上的舞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前不久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迎接在嘉鹏共和国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医护人员凯旋回国 在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中 中国军医在嘉鹏三军总医院救治危重病人 培训医务人员 进行健康宣传 把中国军医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都传播到了异国他乡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杨明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这颗高大剑中的军医 就是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杨明 在冤赴非洲执行任务的这一年里 杨明带领队友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最终再遇归来 杨明山东来州人 先任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兼主任医师 1984年9月入伍 博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 医疗成果奖二十余下 两次荣例三等宫 结束一年的非洲之行后 刚回到医院的杨明 就接诊了一位前来复查的患者 患者名叫王汉香 他到医院后并没有急于检查身体 而是要先看看自己的救命恩人杨明 在05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出现头痛头晕 当时没有在意 随着病情加重了 他也去了好几家医院去做检查 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 病情已经加重了 他已经无法陈上来 王汉香是武汉青山区的一名下岗职工 早在2005年时 王汉香就发现自己身体不适 但是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一直没能及时得到诊治 他非要走个洗地 给他开两张洗地 他都没钱 我们就没有走 走我们老公 他走过非要走 他走 走起来就说是老留 就是留 当时我们就蒙了 蒙了两个人就抱着痛苦 检查结果显示 王汉香左侧小脑桥脑脑部位 有一个肿瘤 牙迫到了呼吸中枢 导致他呼吸困难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病情十分危急 而王汉香当时所在的医院 给出的结论是 无法救治 王汉香的家人经过多方咨询得知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是治疗这方面疾病的权威机构 于是他们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这里 见到了阳明 这个地方的肿瘤呢 如果你不及时治疗 它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非常大的影响 再往下发展就要影响到生命 也就是说不治疗呢 它最终的结果是非常差的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 阳明决定为王汉香进行开颅手术 切除阻瘤脑的肿瘤 而且是越快越好 但是此事王汉香却十分犹豫 由于王汉香夫妻俩都是下岗工人 生活非常艰难 他担心家里根本无法承受高额的手术费用 和后续的治疗费用 细心的阳明发现了病人的顾虑 他主动找到了王汉香的姐姐 我们医院都会难收费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根据你的情况 要该用药的用药 他说如果过来这个危险期 做完手术 我们就要你转院 你就可以在你医老的医院里 那就负担小一点 医院的患者都知道 杨明医生有个特点 无论有什么问题 任何时候找到他 他都会耐心地给患者解答 大家都说 杨医生看起来高高大大 其实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杨明身上这份特殊的清和和细心 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他从选择了神经外科那一天起 逐渐养成了习惯 1989年 杨明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 来到武汉总医院 并且选择了风险极高的神经外科 当时就有神经外科的老前辈告诉他 神经外科是在人的脑袋里做手术 他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技术难度极大 风险最高 压力最重 但是我来的时候 麻烦们首先给我打了预防针 神经外科很苦很累 风险很大 要求工作非常仔细 而且病人是 说做手术随时做手术 病人是不等你的 杨明最终还是选择了脑外科这个专业 并在工作中培养出了自己耐心细致的作风 正是这样的作风给了无数个像王汉湘这样的患者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打消了王汉湘的顾虑后 杨明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安排了手术 因为杨明神经 时间就是生命 他必须在手术台上 与时间最后 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好 他悄悄了 悄悄了讲那个位置 首先他会影响到小脑的功能 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 行走不稳 听力受到影响 现在他已经出现 当时他已经出现耳鸣 再往下发展下去 可能他这个听力就要上失 手术总算及时地进行了 然而杨明打开患者的卢脑后发现 情况远比他想象的更为糟糕 都不是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 要把它搞干净 因为他跟那个脑干粘得比较紧 粘得比较紧 你稍微移动 这个动作稍微移大 他这个脑干功能就受到影响 他这个心跳啊 他直接就下来了 有的时候掉到二十几次 三十几次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手术 就要坐那里等候 如果病人的心力量 能够恢复到正常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继续手术 由于肿瘤与脑干粘连太近 从脑干上分离肿瘤 必然会对脑干产生牵拉作用 如果动作过大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患者心率下降 所以杨明的手术 必须仔细再仔细 而且只能边坐边等 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下 不光要把肿瘤切掉 而且还要想尽办法去保护 这个供应脑干的血管 一旦脑干的缺血的话 你即使做再漂亮 将来它的效果又是非常差的 甚至也会出现生命危险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混着脑内错综复杂的神经和血管 考验着杨明的细心和耐心 14个小时后 手术结束 经过一段时间的后续治疗 王汉腔术后 恢复得很好 我妹妹忘了忘了 真是 你看到你人来好 你看她 你别看她难受 她走路我还走赢她 做事 都比人来好好多了 她现在做手术比较好 我们家人都说 一点都不后悔 做得好 衔得好 不然的话早就 我妈妈说 你的骨头你的坟上 都长得好多潮了 一个月后 王汉湘健康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治疗病人 只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而去年到非洲执行医疗任务 才是对杨明更大的考验 2010年4月 杨明接到新的任务 带领中国医疗队 远赴非洲加鹏共和国 远在赤岛边的加鹏 一年四季气候炎热 病毒肆虐 由于战乱不断 加鹏部分地区动脏不安 杨明和医疗队员 面临着艰难的考验 作为我来说 跟别的医生 就跟别的医院的医生 最大的差别在那 最大差别我还是个军人 我首先是个军人 才是个医生 那军人他主要 他的天子就是父从命 赤岛边的加鹏天气非常炎热 是艾斯病登格勒 埃波拉病毒和互乱 结合传染病的高发地区 稍不留神 就会有感染的危险 而除了这些之外 让杨明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和加鹏医院的合作 开展的并不顺利 最开始去的是 当然我们做一线的医疗工作 也是我们该做的 本身他们工作的应用也很少 但最受不了的就是 他们可以随意的改变 我们的治疗方案 包括手术 在当地医院 中国医生只负责医疗援助的工作 医院的行政事务 由护士长负责 所以杨明被迫停掉手术 更改了治疗方案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意外事件 改变了这种局面 大概我们去了两个月以后 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这个病人是六十多岁 他们通知我们 来了一个这个 慢性磨下血腫的病人 我们是在吃晚饭六点多钟 我们放下碗筷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病人已经麻醉了 接到通知松松赶到医院后 杨明根据经验判断 病人是急性硬磨下血腫 并被家房医生所说的慢性疾病 那么我一看片子呢 给我的感觉 好像这个血块没有完全液化 光做两个转动呢 是肯定不行 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手术计划 这个病人是肯定救不活 也就是说这个手术也是白做的 那么这就跟他当地的医生 在治疗方案上有了一定的分歧 而且他们也很固执 他就坚持要转动 杨明从病人的CT片上明显看到 血块并没有完全液化 如果按照家房医生的手术方法 在脑头上钻两个孔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可能还会让本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 失去最后生存的希望 就是如果说啊 这个血块液化了 液化以后转两个洞 手术也简单 病人损伤也小 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病人呢 第一血块没有液化 第二来他这个脑收压非常严重 一侧的侧脑室已经完全消失了 此时病人的一侧瞳孔已经散打 生命危在旦夕 杨明马上跟家房医生沟通 希望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手术方式 去骨半剪压后清除血重 但是无论他怎样解释 家房医生都坚决不同意 那么在这个关系到病人生命的情况下 我想啊 我是绝对不能退了 所以我就通过翻译把我的意见告诉他 那么这个也确实 我相信他也在那里很矛盾很荣誉 但我的意见很坚决 要让我做按我的方法 要按你的方法 那我只能不做 其实当杨明赶到手术室时 患者已经被麻醉 他只要执行院方的方案 即便术后凸显问题 杨明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杨明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手术方案执行 因为把挽救患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是杨明从当上医生那天起 就开始立下的试验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还是一条生命 不管他是家宝人还是中国人 在僵持了半个多小时后 手术按照杨明的方案开始执行 杨明先为病人做了去骨半减压 然后清除了血重 手术效果非常好 更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二十多天后 病人竟走着出院了 别说他感到意外 说实话我也感到意外 因为来的时候确实很重 第二个他年龄很大 因为我们告诉另外一个都知道 年龄大的在术后 容易出现一系列的病发症 这件事情在家蓬医院 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就连曾经极力反对杨明的家蓬医生 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也改变了他对我们中国医生的一些看法 也肯定了我们一些 我们的医疗水平 医疗技术 因为从那以后 护士长再也没有停过我的手术 就这样 中国军医用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赢得了家蓬医生和患者的交口称赞 我们去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候 他们院长还专门召开了会议 专门说了以后神经外科的医疗技术方面的 有中国医生说了说 也就是对我们这个技术水平是一个肯定吧 在家蓬进行医疗援助期间 杨明和队友们先后救治了五十多名危重病人 为家蓬三军总医院培养医务人员三百多人次 指挥开展新技术和业务三十余项 他们用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医的风采 家蓬总统和国防部长分别签署命令 授予杨明、黑豹、骑士勋章 回到医院的杨明又开始了 在病房和手术室之间的本部 每当成功地救治一名危重病人后 杨明都会觉得如释重复 因为他从事神经外科工作的那天起 就等于选择了一份如履不定的职业 他说自己很享受在刀筋上舞蹈的感觉 手术台就是他的舞台 他会用责任和细心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 会把这个舞台当作他挽救生命 放飞梦想的圣洁殿堂 从医二十多年来 作为一名军人 无论是抢险救灾 还是出国医疗援助 杨明总是不如使命 作为一名医生 无论是在手术台上 还是在病房里面 总能看到这位山东大汉 不知疲倦的身影 凭着自己的细心和执着的韧劲 杨明用手中的手术刀 在荆棘密布险象还生的血脉之路上 一直勇敢的走下去 舞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家中幼子患病 手术风险极大 他们将如何面对生死挑战 不幸再次见面 孩子 因此刹那 是谁 为他们带来重生的奇迹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讲述 见证生命的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